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从剧本改编来的 它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比如一般小说当中都会有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 但这些人物心理活动很难在电视剧中展现出来 所以剧本对原著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人物心理活动 转化成人物对话和镜头语言 能够表达给观众 但小说狂飙几乎没有人物心理描写 它都是对话行动和场景 而且这些场景都是一幕一幕出现的 互相穿插在一起的 这就带有非常鲜明的剧本特点 我们可以说小说基本上能反映狂飙的原剧本 拿原剧本对比电视剧让我有两点感受 第一 狂飙剧组里的演员非常棒 在小说当中 高启强 安心 孟德海等人的形象都是比较平面的 但张宋文 张义 张之间这些演员把人物形象塑造的非常立体 事实证明 一部电视剧不需要流量明星 不需要狗血爱情故事 只要它的剧情紧凑 构贴地气 一样可以获得成功 我相信大多数观众都是奔着精彩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去的 而不是奔着某张脸或者耍裤镜头去的 我举几个例子 第二十四集 安心用警戒线逼退高启强 这一幕很传神 但小说当中是没有的 小说的描写很简单 高启强指着地上的礼品果栏说 我来是看病人的 主要是想解决一些矛盾 多个朋友多条路 少个仇人少堵墙 猛存拆迁工程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是想缓和一下关系 好让后来的工程进行的顺利 那么安心回答 你这套话去村委会说吧 病房你是进不去的 高启强很嚣张的回答 拦住我 李鸿伟就安全了吗 然后双方剑拔弩张 安心摆摆手 示意大家放松 高启强丢下一句话 那水果交给他算我一点心意 说吧 他带着众人转身离开了 我们在电视里看到 安心拉着警戒线 逼高启强后退的这一幕 是张一老师现场想出来的 这一幕非常传神 再比方说 第二十六集 高启强偷偷跑回金海 约高启强一起吃面 然后偷偷用高启强的手机报警 通过牺牲自己 洗刷高启强的嫌疑 还顺带帮高启强解决了理想 让高启强有机会接近赵立东 这一段剧情跟小说正好相反 在小说里头 恰恰是高启强把弟弟骗回来 通过出卖弟弟洗刷自己的嫌疑 他是这么跟高启生讲的 你不知道 就算我费了很大的功夫 警察还是不肯放过你 你男子欠彻太大 在省里是挂了号的 必须得有个交代 高启强接着跟弟弟强调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 我必须举报你 才能有一个干净的背景 才能换个政治身份 我才能保护你们 明白了吗 总之 在小说和原剧本里 高启强就是一个十足的坏人 心狠手拉 在关键时刻 不惜通过牺牲他的朋友老末 弟弟高启胜 杨子高小成 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和欲望 李翔死了以后 高启强并没有放过李翔 他爹李珊 把李珊跟谭四眼两个人 切成碎片 埋在高速公路底下 陈淑婷生前 曾经跟高启强约法三章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无论生意有多大 都不要让儿子和黄瑶沾手 为这个事 高小生还问高启强 你也不是全听我妈的呀 不是还让黄瑶进了强盛吗 高启强回答 傻小子 他又不是亲身的 高小生说 我也不是亲身的呀 高启强的反应是什么 他把额头抵在 儿子的额头上 动情的说道 你当然是 比亲身的还亲 我们是这世界上 彼此唯一的亲人 然后 高小成又问他 那我姑姑呢 高启强让黄瑶 进了强盛集团 是因为他觉得 黄瑶算自己人 比宋总这个外人 更可靠 但他也没把黄瑶 当作自己女儿看待呀 他对高小成 也在说假话 高启强甚至不惜买通杀手 假装刺杀他们一家 想通过杀害高小成 嫁祸给蒋天 转移警方注意力 你说他爱陈树婷吧 也许是真爱的 但这种夫妻之情 在他个人目的面前 不值一提 小说和原剧本当中 高启强谁都不信任 到处说假话 骗弟弟高启生 骗妻子陈树婷 骗杨子高小成 骗杨女黄瑶 他是一个很脸谱话的坏人 与小说或者原剧本不同 张丰文老师把高启强 这个人物演得非常立体 他始终都在给观众 展现人物的这样一种纠结 一边是对金钱权利的欲望 另一边是亲情友情 等人类良知 高启强总是在欲望 和良知之间徘徊 在平时 他是一个好哥哥 好丈夫 好父亲 甚至一再容忍安心 把安心当做知己 这些可以体现出他的良知 但到了关键时刻 形势却每每把高启强 推向了欲望一边 与王志文 王志飞 孙宏雷等人扮演的 经典黑老大形象不同 张丰文老师演绎的高启强 更有人情味 所以大多数观众都会心疼他 黄标最后两集播出以后 我就在微博发言 高启强所有的亲人朋友 都不在了 高启善 陈淑婷 唐小虎死了 高启兰走了 唐小龙被抓了 最后一集 黄瑶问高启强 为什么要救我 他不知道这是因为 他是强哥最后一个信赖的人 但恰恰是这个 最后信赖的人揭发了他 强哥直到临死前才意识到 原来最值得他信赖的人 尽是安心 因此我突然明白 黄标最抓人的地方 不是黑恶势力行凶 不是犯罪分子包庇 也不是杜刀组伸张正义 而是高启强和安心 从相识相知 到一步步分道扬镳的复杂感情 张宋文老师把这些东西 刻画得太好了 他本人也很有趣 我们看他的微博 跟绝大多数明星不一样 这些明星的公共账号 都是经纪公司管理的 但宋文老师是自己管的 是个活人账号 而且还是个全名K歌的爱好者 看到张宋文老师 曾经在天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我觉得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 可以说张宋文老师 把自己对于人生的体悟 融入到了高启强这个角色当中 让人觉得非常有血有肉 狂飙能成功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启强的成功 上面是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感受大家可能更关心 电视剧当中有好多比较突兀的地方 在小说或者原剧本当中 是能得到解释的 我们看电视剧一开头 临江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总结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动员部署大会 宣布要进入扫黑除恶常态化 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然后镜头一转 身为领导递给徐忠一份 关于金海市强盛集团 涉黑问题和政法队伍中存在保护伞 问题举报材料 就是这份举报材料 引起了全国教育整顿办的重视 于是才有督导组下到金海市 跟强盛集团及其保护展 做斗争的故事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这份举标材料谁写的 电视剧里没有交代 但小说和原剧本里头是有的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再看接下来 有一幕比较经典的场景 督导组的车进入金海市境内 一下高速就碰到了 金海市领导干部前来迎接 督导组理都没理 他们直接开过去了 我们看有四辆专车 但只出现了三个干部 其中有一个干部 金海市委书记贺国全 因为后来没有出现 所以电视剧索性把它删掉了 这三个干部的对话很有意思 金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赵立东就讲话了 我知道这是违反规定 你俩不愿意来 但你俩也不想想 督导组来是干什么的 赵立东说 违反规定 是指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迎接督导组 这个时候 金海市常委政法委书记 安长林接了一句话 看来是要下场大暴雨啊 老孟你说呢 金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孟德还没说话 他伸了一下手 像是去试探有没有余点 但实际上是从 孟秘书手里接了一杯茶 这时赵立东又讲了 我看啊 吓得未必吓得了下来 顶多一阵风 这场对话很巧妙 反映了这三个人的 不同立场和角色 我们注意安长林的演员 石昭奇 这位老兄的形象就很威严 是个军警献特专业户 他在2003年的电视剧 《征服》里头扮演公安局长徐国庆 人们评价征服时 都会赞扬孙宏雷演得好 把刘花强演出了特别拽的气势 提到徐国庆时 有些观众就讲了 这个公安局长太凶了 不好 但我负责任的说 石昭奇老师在剧中的表现 一点也不压于孙宏雷 公安干警 尤其是基层民警 多少都会带有一点匪气 他们经常要跟地痞流氓三角九流 甚至犯罪分子打交道的 这些人是不会听你文字彬彬的讲道理的 你没点匪气 怎么震得住这些三角九流 石昭奇老师在剧中 就把徐国庆局长的 震慑流氓无赖犯罪分子的气场 给演出来了 相比之下 狂飙里头的安心太斯文 有位曾经从事过警察工作的朋友 就跟我说 安心不像公安干警 像是一个侦探 侦探只要细心的发现案件的线索就行 但警察是要维护日常治安的 两者的工作很不一样 身上的气质也不一样 作为军警献特专业户的石昭奇老师 是能够演出这种气质的 我对狂飙有一点遗憾 就是安长林的戏份太少 在小说和原剧本当中 这个人出场不多 但很重要 第三十三集 刑警队长张飙在被捕审问的时候 对安心说 小路跟你不一样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 不是所有人都有人保 从表面上看 是孟德海在保安心 安心跟孟德海更亲近 孟德海把安心当做干儿子 安心跟孟玉亲为竹马 但事实上 真正在暗地里保护安心的人是安长林 引发神里督导组下盗金凯使的那封 《关于金凯使强盛集团涉黑问题和政法队伍》中 存在保护伞问题举报材料 就是安长林递上去的 这份举报材料的证据是 理想和谭次言提供的 理想临死时 把这些材料交给了安心 安心根据材料写了十几封举报信 没有任何用处 都泥牛入海 他故意把举报材料 落在了安长林的家里 安长林拿到举报材料后 一直在等一个时机 直到中央宣布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 新时代政法战线 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 开展全面整顿工作的这个时候 才把这些材料交了上去 安长林一再教育安心 想要伸张正义打击犯罪 要先学会怎么保护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安长林是一个成熟老练版的安心 安心则是个青春热血版的安长林 顺带提一句 安心担任宣传科长 也是安长林的安排 用他的话说 你越是在意那些负面消息 我越要让你宣传正面新闻 这既是对安心的保护 又是对安心的磨练 宣传科长是要把握 形式政策变化的 否则你怎么保持 跟中央口径一致呢 对不对 只有抓住形式变化的有利时机 才能真正改变些什么 再谈谈大家关心的孟德海 电视剧第35集里头 孟德海的配音跟口径对不上 这是大家争议的一个焦点 直接说结论 孟德海在小说和原剧本当中 是高启强的重要幕后保护伞 第34集 孟德海问杨建 228持枪抢劫案 你参与没有 杨建回答 毫不知情 从未参与 孟德海又问 陆寒失踪呢 杨建回答 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孟德海回答 没沾命案就好 还算你有点良知 杨建就问了 爸 那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然后镜头就切到了下一个场景 也就是许中和安心对话的场景了 但是在小说和原剧本当中 孟德海还有半句话 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所以杨建又问他了 爸 你来拿主意 要是你觉得我该自首 我现在就去 孟德海回答 你让我想想 你自己也想想 在讲完这番话以后 才切到许中和安心对话的场景 所以原本是杨建想到自首 但孟德海阻拦了他 而在原剧本当中 许中不仅告诉安心 王力失踪了 而且他还对安心说 这两天孟德海的活动突然密集起来 打了很多电话 探听你专案组的消息 如果你不舒服 可以暂时撤下 不会影响指导组对你的评价 安心震慑道 孟叔是一个骄傲的人 如果有些事情不得不做 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后来是安心带着孟德海 去继位自首的 我们都知道 第35集 马涛跟杨建合谋 让孟玉给安心下毒 然后孟玉就跟杨建 在病房里吵起来了 杨建说 我为什么弄钱 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 我能配得上你们孟家的女婿 然后这一听孟玉就怒了 可是我爸没有贪过一分钱 杨建马上吼道 所以你妈嫌弃她一辈子吗 我们注意这个细节 这时候孟德海老婆 催疑的手动了几下 这个细节是有意义的 原剧本当中还有一段 孟玉跟杨建吵完家以后回家 孟德海掏出一张银行卡 跟孟玉的话是 你们一家赶紧离开京海 赶紧出国 孟玉就说了 爸你知不知道 杨建要下毒害安心呀 孟德海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很平静的说 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也只能冒险了 孟玉就无语了 看着自己的父亲 仿佛是一个陌生人 然后孟德海又拍拍孟玉的头 为了家人 我什么都可以做 看得出 杨建要给安心下毒 孟德海是知道的 也是默许的 那么在杨建说出 所以你妈嫌弃她 一辈子骂的时候 翠姨的手 为什么会动几下呢 原剧本是有交代的 这里就能解答 大家的一个疑惑 第三十五集 孟德海在医院服侍崔姨 为崔姨擦脸擦手 她跟崔姨说 这辈子你跟着我 让你受苦了 我一会儿要去继委 说明杨建的情况 之前给她时间 是希望她能够认清现实 主动自首 我不能眼看着 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这时崔姨突然醒了 她断断续续地跟孟德海说 但这段话的口型明显对不上 而且是明显经过剪辑的 原剧本当然没有孟德海说 要去继维几报杨建这些话 更重要的是 崔姨的话是 老孟 我对不起你 我收过高启强的礼 这份礼是一套大房子 事实上 这是督导组已经盯上了孟德海 他们的人就扮成患者家属 埋伏在翠仪的病房外面 并且这一切孟德海察觉到了 所以孟德海决定去自首 让杨建一家有机会逃跑 孟德海跟在病房监视 他的督导组人员说 放心 我不会跑 也没有地方可去 告诉安心到山上找我 于是我们才看到 孟德海与安长林 在山腰凉亭的对话 这段对话口型又对不上 在原剧本当中 安长林的话是 我知道你这十几年来一直有气 被赵立东压着 先从市公安局调到 穷乡僻壤的清华区 刚做出一些成绩 又被调到人大常委会主任 这么一个养老的职位上 这就跟之前的剧情对得上了 在本剧第一部分 孟德海是金海市公安局局长 他是想着高深一步 当金海市政法委书记的 但后来却是他调任 清华区区委书记 孟德海会怎么想 为什么他不能如愿以偿 这些东西 原剧本是有交代的 但电视剧后来一解没了 在原剧本中 孟德海这样回应安长林 他翻了翻白眼说 老安 我最烦的就是你这种口气 都是公安出身 难道我的觉悟不如你安长林吗 你这人就是这样 话永远不说透 安长林回答 老孟 你要装睡 我也叫不醒啊 话不说透 点到极止 这是安长林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所以他能活到最后身具要职 抓住使机 一封举报信 促使杜刀组前来 打掉金海市黑鹅势力的宝库棧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 安长林一直提醒孟德海 老孟你要注意啊 不要因为跟赵立东 怄气就纵容高启强 高启强能发迹 一开始是孟德海的保护 后来是赵立东的扶持 后来赵立东发现 高启强这人养不熟 还总是帮孟德海做事 所以他又开始扶持蒋天 用来平衡高启强 电力局副局长之争的实质 就是金海市赵孟之争 有一位微博网友提醒我 尽管人民的名义里头 高玉良和狂飙里头的孟德海 都是张志坚老师扮演的 但与其说孟德海向高玉良 倒不如说他向李达康 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 孟德海与李达康一样 不好财不好色 但他们都好民 都片面的追求政绩 孟德海十分骄傲 眼高于鼎 他不可能自己去接触高启强 但他作为清华区区委书记 需要在清华区搞出政绩 体现他的名声和官声 那他就需要高启强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 去摆平蟒存这种低头蛇 那怎么办 让公开江出面跟高启强打交道 后来发现公开江在他跟赵立东之间两头吃 又转而让女婿杨健去跟高启强打交道 这就为家人的腐败留下了隐患 据说人民的民意的编剧 周梅森原来是打算让李达康腐败掉去的 但后来发现不行 还是得要有一个干部 能够代表改革开放的整体形象 所以李达康最后守住了底线 我相信出于同样的原因 孟德海最后也在电视剧里守住了底线 狂标开播后不久 我就说这部剧的尺度是很大的 如果没有中央政法委的上方保健 可能还真不敢这么拍 为什么呢 电视剧由三部分构成 分别反映三个时期的情况 2000年 2006年 2021年 为什么是这三个时间点 从90年代后期开始 国企改制工人下岗 他为黑恶势力的资深提供了土壤 高启强本人就是下岗工人 其团伙基本盘是旧场劫的人马 所以剧组会把高启强发迹的那年定在2000年 2006年又是一个转变 4年前 也就是2002年 我国开始实行土地招牌挂制度 地方政府可以有偿转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这就是土地财政的来源 一开始 土地使用权市场是比较混乱的 到2006年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 规范土地市场 比如这一年的5月31日 国土资源部就出台 招标 拍卖 挂牌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 从此以后 房地产业蓬勃发展 高启强也就是在这一年 从一个普通的黑社会老大迅速膨胀 打掉了竞争对手 甚至赶走了太叔 成为了金凯氏的头面人物 2021年就不用说了 中央政法委刀口向内 开展全国性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这也成为了高启强集团父王的一年 这三个时间点 串起了高启强的黑社会生涯 也串起了我们20多年来 经济建设和社会变迁 对比同类型电视剧 90年代末的犯罪升级和末路级1997 他们的原型分别是1995年赫港128抢劫案和96到97年的白宝山案 这些电视剧非常写实 是即时性的故事片 甚至公安干警直接参与演出 是典型的刑侦剧 电视剧热播以后随即发现一个问题 太写实了也不行 这不就相当于教犯罪分子怎么反行真吗 所以我们看 2001年的黑兵 2003年的征服 就把描述的重点 转向了黑社会势力和犯罪分子 狂飙同样如此 他的主线是高启强的发迹到灭亡的历史 狂飙播出以后 我就询问了一个好朋友 怎么看这部电视剧 他曾经是一名公安干警 参与过侦破某乡公安部督办的特大杀人抢劫案 后来又转行成为一名从事政治学研究的职业学者 应该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 他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 我把这个回答作为本期的结尾 这位朋友告诉我 公正地说 狂飙的艺术加工成分是非常大的 在现实当中 公安更紧不太可能这么办案 比方说 电视剧一开头就让安心去黑社会当卧底 这种做法的风险是很高的 安心做的事情 通过发展现任就可以完成 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安排卧底 现实中 市公安局副局长也不太可能 跟白金汉的前台经理直接通电话 但是这位朋友说 我仍然看得很感动 为什么 因为这部剧贯穿了人民警察这个形象 他说人民警察是有人名这两个字的 电视剧一开始就让安心给高启强送饺子 对于高启强来说 这体现了安心这个人的情意 但在安心看来 这只是人民警察分内的事情 人民警察的人民形象贯穿全剧 接着他提醒我 黑社会发家史 港剧韩剧美剧当中有很多 但相比他们 高启强团伙当中少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律师 为什么 西方人常常批评我们的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不法治 我们这边也有好多人说这是运动式治理 在他们看来黑社会我们走正常法律程序办他呀 这种所谓的正常法律程序是高度精英化的 大型黑社会组织有充足的财力物理 他们知道怎么去玩弄法律程序寻找法律漏洞 但这条路子在中国走不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恰恰就是在必要的时候 搁置那些高度精英化的繁琐法律程序 直接实现人民群众的意志 它体现的是人民警察的人民性 在现实中一名称职的公安干警 也许不会像安心那样办案 但他会体现安心身上那种精神 我认为这是狂飙最重要的地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